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592日 主题 十回向 随顺等官一切众生回向 经文段落 真根继承 十方众生 坚我本性 性缘成就 不失众生 明随顺等官一切众生回向 经文销文 真根 真如随顺平等善根 本性 即本觉知佛性 性缘成就 不失众生 本性 即以 严满成就 当成就众生 以上第三组 虾文致辞 公请 将 福音法师 持 A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592日 我们要继续谈 随顺等官一切众生回向 这是 回向当中 新的境界 这段呢 就是在谈 从事 建修 随所 发行 安利 顺位 所谓 成到 正果 它不是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 等到某一天 我下辈子 就会成到 正果 它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 从事 建修 谈到的就是 你有多少的耕耘 就有多少的收获 随损 发行 你随着你自己的发心 还有你的行持 你做多少 就是会成就多少 那 有的很多人呢 就会觉得说 我这么努力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事实上呢 是 这个努力啊 是一定有效果 只是这个效果 是不是如你所愿 那如果 不是如自己所愿呢 就表示 这个努力 是不是有点 需要调整 这就是修行的意义啊 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尝试当中 渐渐趋向成功 那所谓的成功就是解脱 所谓的成功就是胜 那它是有位置的 那这些位置呢 在佛法里面呢 大同小异 都是性柱形象地 那这个性柱形象地 代表的是每一个阶段 它有一些重点的任务 那我们现在呢 所谈的是十回向的第七 随顺本观一切众生回向 这个阶段的菩萨 它是做什么事 它会有什么心态 这里呢 谈到真根继承 十方众生 皆有本性 因为这时候呢 它的心呢 那种根本上的心 就是依据真如 真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真实的本性 那真实的本性 如果完全发挥的时候 或者是你真的 认识到自己的本性 体悟到自己的本性的时候呢 其实十方众生 就跟自己是没有差别的 你会完全接受 甚至完全明白这件事 所以原来众生 跟自己是没有差别 凡胜体统 心佛众生是没有差别 那这时候 我们过去的那种 只有我是最大 他人呢 他已经不是 我想要照顾的对象 这时候人我之别 就会降到 等于是零 那等于是零的时候呢 你对一切众生 就等于对自己一样 那没有好 没有坏 就是平等 所以这里讲 信源成就 这个时候的本性 是最圆满的 而且呢 做什么都会成就 又哺乳师众生 很多人会以为 就是我现在要修行 可是我这些 把我烦得不得了的 这些众生 如果能够 通通都切断是最好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是一个 一刀两断的想法 就像我们说 师父 我不能出家哦 因为我出家就是 把自己的家人给舍弃了 事实上呢 其实不是 我真正的出家是 出离人跟我之间的那种格局啊 一切众生皆是佛 那一切众生皆一起成佛 你没有办法说 舍弃众生而自己成佛 没有这种事 所以这就是菩萨 为什么会修菩萨行 而且呢 愿意广度一些众生 因为众生不成佛 那自己是没办法成佛的 所以呢 这个就在讲 信源成就 不失众生 那这个就是随顺等官 一切众生回向 那如果呢 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菩萨他会怎么去 修他的善根 《王源经》里面 就讲到 云可为菩萨摩合萨 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 这菩萨积极一切善根 就是他不管是怎么样 很努力 小的 大的 小事 大事 我们说一个人很发心 很愿意用功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很好叫 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不会分 只要是好事 他只要可以 他就会怎样 随所积极 就是随他的任何的时间 随他的一元 他就会一直不断的收集 就像我们说 这个打游戏 要一直收集宝物 那你这个宝物呢 如果太多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宝物好像没什么 一定要收集 但是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 他只要知道 这个地方是宝 他就会想办法 收集的很圆满 就是重使需要一点小技巧 他依然还是乐此不疲 那菩萨呢 他要怎么收集他的宝物呢 其实他就是修一切的善根 只要是这个善法 小善法 像大善根 广善根 多善根 他通通通通都是照单全收 所以呢 他不会去分 哪一个人比较重要 我才要跟他做事情 我才要跟他讲话 哪个人呢 是这个好像不怎么样 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 我也不是跟他很投缘 也不太想搭理他 菩萨到这个阶段呢 他已经不会有这种分别心 所以呢 他的福报就达到最高 那菩萨到最高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最大的福报拿来做什么 菩萨摩赫萨附做失念 愿我以此善根 果报 尽未来解修菩萨行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是最有福报的人 你想要做一件什么事 那当然呢 菩萨就是他的发心 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原来呢 他是非常知道 做什么是最有价值 然后呢 做什么是最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呢 他就发心 他说要让自己的这个善根啊 可以无限的延伸 意思就是什么 进未来解修菩萨行 意思就是 让我可以忙的时间 可以忙到 生生世世都非常非常的忙 你要当菩萨 其实会很忙 那为什么你那么忙 因为你很有用 众生都需要你 所以呢 这里也需要你 那里也需要你 哇 我真的是忙得不得了 但是 这表示什么 我们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最极致 那敬畏来解 就不是只有这辈子有用 这辈子有的人说 我这么忙 这么累 好想要赶快休息 那如果呢 有一天 你真的没有人需要你的时候 你可恐怕 还是心里有一点点的落寞 那虽然呢 一直抱怨说 怎么通通都是我在忙 其实呢 就是因为你是能者多劳 就是菩萨嘛 所以在这个世间 这菩萨呢 他不会嫌这些事情是烦恼 他会知道说 这个是他自己愿意做的 而且呢 他要怎样 你做更多是更好 所以这菩萨就是很疯狂 他就是想尽办法 让自己的心愿无限的延长 他不会想说 我要一了白了 我最好都是都不要来找我 那如果呢 有一天菩萨说 最好 我是太闲了 最好 那表示这菩萨已经在退道心 在起烦恼 所以呢 菩萨呢 他就会 希望我都就是到哪里都很有用 愿我以此善根果报 尽未来结修菩萨行 欣以会师一切众生 欣以回向一切众生 就是发愿呢 成为众生的依靠 发愿要帮助一切众生 普遍无余 就是照顾到什么程度呢 当然就是希望全世界 统统都能够 都能够得到菩萨的照顾 这叫普遍无余 那我们说 这个罗汉 要正到无余灭盘 他是说 他的烦恼要断到干干净净 没有留下来任何一点点 那菩萨的愿心就是 希望这个所有世界 统统的消灭 地狱统统的消灭 最好灭亡 什么灭亡 苦的众生灭亡 不要再受苦了 那因为所有的众生都解脱 所以叫做无余 没有人再需要菩萨的救度了 表示大家都变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菩萨就要有很多很多的福报 来做这些事 所以要怎样 愿令阿僧奇世界珍宝充满 阿僧奇世界衣服充满 阿僧奇世界庙香充满 就是所有的宝物 庄严宝观充满 这种种的宝物呢 做什么 家事尽一人尽未来节常来求损 以此等物而会失之 被称厌倦而有休息 那菩萨呢 就会好有钱 什么宝物都有 那如果有人来求索 来求来索取的时候 菩萨就多了 我有很多很多的宝藏 你要什么通通能 反正多的不得了 如果是这样呢 这个世界不会有抢劫 因为呢 这黄金为地 流离为尺 到处都是珍宝 其实也不会有人来求索的 因为他拿到最后呢 他变成最有钱的 那最有钱的之后 他就不会再贪心了 那不会再贪心的时候呢 他就得度了 所以菩萨是很有智慧 他知道呢 一切众生来求索 真的是因为他的内心当中 他觉得不够 没有嘛 那纵使呢 他可能以为 他自己是不够 没有啊 其实原因 真正的原因 不是他真的不够 而是他的那个贪心 他没有那个智慧 去发现 其实他一切具足 那菩萨呢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让一切众生呢 得到了一种满足 远离自己的担忧 远离这种匮乏感 如于一人 于一切众生 惜异如是 那为什么菩萨可以这样子 其实呢 对菩萨来讲 这些一切的财宝 他都是如梦幻泡影 为什么众生都要执着 这些梦幻泡影的东西呢 其实是因为他不知道 梦幻泡影 然后呢 他就会以为 这些是他值得追求 而且为此大打出手 跟所有的众生都过不去 那菩萨呢 知道这个不过就是 左手来右手去 暂时拥有的一切的资财 那这时候 他的心不执着 什么都可以给 结果呢 越给啊 反而怎样 源源不绝 什么都有 善根就越来越大 有就福报 就越来越真 好 那菩萨蒙赫萨呢 在这样子的发心的时候 他其实非常真诚 他不是说财大弃出 你看我就是有钱 怎么样 不是 菩萨呢 他是真的知道 他的心是什么 不是要求这些财宝 他专门就是要求一切智到心 就是要成佛 一切的修行 都是要为了要成佛 只要这样做能够成佛 他就去做 好 如是失实 无虚伪心 无希望心 无名誉心 无中悔心 无热脑心 好 我们要发心正确啊 就是要有这几个注意 我是为了什么 虚伪是怎样 我要因为人家会说 哎呀 那个菩萨 这这么有钱 这么 这个都不会布施 太小气 所以为了怎样 这个要欺骗别人 所以假装很 防 这个就叫做虚伪 然后再来希望就是 我现在对你好 有一天呢 你就要对我好 或者是我希望呢 哎 你可以觉得我很好 这个这种需求 你就会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 真的看到你的好 或者是真的就会 报恩 那你有这个希望 你自己就已经失去了平衡 再来呢 孤明钓鱼 你看 我就是觉得 就是我就要做世界上第一 这个富豪排行榜里面有 而且连发心都要排到最前面 就是要比赛 就是有这个名誉型 然后再来呢 我中悔心 真的这个比较惨 其实我今天呢 好了好了 我来通通都答应你 没问题 结果他们去拿的时候 他心里面又说 哎呦怎么拿那么多 这些人真贪心 真是不值得 我不想要再布施了 我不想要给了 这就是后悔 悔见入心 中途后悔 那为什么叫中途后悔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刚开始发心的时候 都是怎样 众生无边试愿度 所以大家已经发过愿了 来不及了 现在不可以后悔 现在后悔呢 就叫做中悔心 那要怎么办 你就要想办法 要让自己很欢喜的 去接受这一切 无热恼心 你不会有烦恼 你不会很焦虑 你说 我现在这样子来发心 大家通通都来要了 一个人 然后一切的众生 通通都来求索 不得了的 哎呀我不行了 我自己拿 都已经陷入 你一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就陷入热闹 而且还会抱怨 有些人做善事 做到后来会翻脸 翻脸是怎样 你就是 我就是最讨厌 做这些事情 你偏偏要逼我这样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菩萨 有几种心态 会障碍他 所以菩萨呢 他会避免这些 那怎么办 其实就专求一切智道性 一直记得自己的最终极的目标 你就不会有这些不好的心态 你一直要记得 我们是为了要求一切智 那么你就什么都没有关系 你就会怎样 一切牺牲 哀敏众生 教化成熟 我要求一切智啊 那这些众生 也许有的是好的 有的是不好的 那你就是不懂的 就要教他 让他变懂嘛 你没有智慧的 那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啊 在瘦婆世界啊 众生就是有这么多的辛苦啊 所以呢 菩萨才会跑来瘦婆世界度众生嘛 那可是呢 菩萨如果跑来瘦婆世界 结果又忘记自己来的目的 然后就说 我怎么那么惨 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左边右边都不是人 所以是时候你这心里面 就自己自打嘴巴 所以呢 你一定要记得 自己最当初发的心 我就是要求一切智 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的 这种想不开 或者是让自己呢 作俭自服啦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呢 皆令安住一切智智心 这发心呢 没有退回的时候啊 就会有什么 有殊胜的效果 佛子菩萨摩佛萨 以诸善根如是回向 静未来节 常行会失 住一切智智心 如果呢 你的心是这样 你就是会怎样 你真的就会随着你的愿 到静未来节 常行会失 我们自己回想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来学佛 是 就确实很欢喜布施 做什么你都很自然 就觉得这个布施很自然啊 对人好 很自然啊 那你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发的愿 静未来节 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是啊 就像大众的这种善友一样 都是善知识一样 都是好的愿啊 那表示你一定是 发过愿 要静未来节 常行会失 才会让我们有这种好条件 有这个机会 再去做更大的布施 所以呢 不要小看哦 有的人说富贵学到难 其实不会 富贵又学到 就是佛 佛陀就是富贵中人 而且他又 明白他自己的愿心 所以他 一直不断的在智慧上 平生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智慧呢 是不是众生的福报 当然也是佛自己的愿心 好 所以以上呢 就是第七个 叫做随顺本观 一切众生回向 的部分 那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你很有善根 你就要肯定自己有这个善根 运用这个善根 去让自己更有福报 那更有福报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更多 修善根的因缘 然后接更多的善缘 以上是 这个今天的随顺本观 让一些众生回向 父好 各位师兄好 然后我是法木 因为我这边不方便开视频 所以跟大家说抱歉 然后 我想请教师傅的是 随顺平等善根 既已成就 十方众生和我所具佛性 原是一体 即同体大悲心 那么这个同体大悲心 在理上容易理解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却会因为种种的分别心和计较呢 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生起真正的大悲心 那个吴卓菩萨呢 对一条被驱虫咬食 全身腐烂的狗呢 生起强烈悲心 用舌头去为狗 除去生上驱虫的时候呢 母狗就不见了 然后他一直期盼 见到的弥勒菩萨呢 则金光灿灿的 就出现了他的面前 弥勒菩萨告诉他 真是因为他生起了大悲心 业障得以清净 才能见到菩萨 那么我们离吴卓菩萨的境界 是非常远的 那么在生活中 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去 掌养这个大悲心 然后直至业障清净 可以见到本来的面目 然后呢 就是想请问师父的事 就是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就是说 帮助我们不断地跨越 那么多的分别心 让这个大悲心呢 能够日益深重 所以呢 恳请师父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谢谢 法目 这个问题很重要 慈悲心是怎么样做到 可以一直长生 第一个你要先肯定 自己是有慈悲心的 你会感受到呢 菩萨的慈悲 会感受到他人的慈悲善意 是因为你有慈悲心 你才能够知道 那个叫做什么 你的内心当中呢 有一种辨识的机制 所以人的心啊 其实是很灵敏 很灵敏的 如果这个人呢 的心啊 是善的 你大概会感受到 他的内心 你会跟他有一种联动 所以要怎么样呢 因为你会感受到 对方的慈悲 同样也会感受到 恶意 那大部分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主动 先释放 先发出 慈悲的讯息 就会怎样 就会遇到恶人 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很难去 起慈悲心 好 所以先不要讲说 很难的工作 这个很难的工作 就是你要用 用舌头去舔 狗的 虚啊 这种是 很少很少 有人有办法 做这种事 那难道呢 我们就 完全没有办法 做慈悲心的 修行吗 是可以的 你只要 从 日常生活中 你要先怎样 先练习 小慈悲 好 什么样小慈悲呢 就是 我们每天呢 就是很愿意 来做回向 什么样回向呢 你不要等到 有人有需要 才回向 我们每天 就主动 来回向 所以发愿 就是 每天早上 先从 普贤 十大愿 开始发愿 发了普贤 十大愿之后呢 你的内心啊 就会跟佛 的心愿 相接軌 这时候 你的内心当中 跟佛 一样的 那个慈悲心 会升起 所以 藉由 愿 而 让自己 习惯性的 发起 慈悲心 那 当我的心 有慈悲 的时候呢 你会 遭感到 跟你 有一样 同质性 有慈悲 的人 好 那 甚至于呢 如果 有这种 理义的人呢 他也会 被你的慈悲 啊 谎化 甚至于呢 哎 在这个 呃 当中呢 慈悲 会跟 恶是不相应的 你就会 减少 受伤啊 那当我自己是减少受伤的时候啊 我的内心啊 啊 就 不会再去 去身体 恶啊 因为你知道慈悲是最舒服 慈悲是最 啊 自在 而且慈悲 是最有效的 自己心的作用啊 那 一切的恶呢 他自有他自己的 故了啦 啊 那因为 师父在 这发心的过程啊 啊 我们以为啊 这个社会是很坏啊 因为啊 常常看到媒体当中 你会披露很多坏人啊 那或者是有一些不幸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些啊观感呢 来看到这个世界 我们会害怕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危险啊 然后学佛了之后 又会觉得这个娑婆世界 就是娑婆嘛 就是坏人很多啊 然后地狱也很可怕啊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会很容易陷入自己的 后怕当中 先预设立场啊 那有一天呢 哎 我就听到啊 这个啊 佛菩萨的故事啊 那刚开始的 听到佛菩萨的故事 觉得哪有这么傻的人啊 什么割肉未阴啊 那舍身未虎嘛 而且呢 还会是什么 常常有很多的禁忌 就是佛菩萨来考试 那如果是这样呢 嗯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 去看到身边的这一些 我们自己以为 他的这些众生 说不定也是菩萨来考试的 那第一个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一切呢 如果是考试的话 那那这件事情就好办 因为他不是真的啊 要这么恶 然后他只要看 我们能不能够借由这个恶 而乱念自己的金刚不坏之心 依然对这个世界 对众生产生一个友善的心态 那这是第一种嘛 那第二种呢 就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呢 是因为不认识对方 那你如果跟一个人熟一点啊 就像我们的家人相处久了 你会知道 他有时候呢 这个讲那种恶毒 可是他的心是不坏的 因为你看到他很多面 你了解啊 这由 众生本来就有很多种面向嘛 就像镜子一样 你对他是什么样的心 大部分都是会得到回韵的啊 所以呢 既然如此呢 我们先不要先把这个恶的心啊 先预设立场啊 因为你觉得江湖显恶 你就会想要先防范 防范的时候 你发出来的讯息是恶的嘛 那是恶的 那对方也感应到 所以呢 就会怨怨相报啊 那既然如此呢 我们就先怎样 先肯定众生是有佛性的 只是他有一些迷糊 或者是迷惘啊 乃至于呢 他陷入一个错误的判断啊 他也是可怜人啊 那可怜人那怎么办 我们先要保护自己 不要受伤 但是呢 不要跟可怜人计较 不要跟愚痴的人计较 先让自己的智慧提升 啊 那这样子呢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哎 其实啊 所有的众生啊 你只要真诚以待 其实还是有好人 而且很多好人 包括你自己也是一个好人 啊 当自己发现自己可以 变成一个这么好的人 这么慈悲的人 啊 你的位置是长高了 你变成了菩萨 啊 那你变成众生的依靠 变成众生的善知识 那这样子不是就一举数得吗 一方面呢 你身边的这些恶啊 已经不会伤害我们了 好 我们可以让恶变成善 啊 又可以呢 让自己善跟真上 啊 那这个就是修行的方式啦 菩萨 就是没有在问 你这个世界上呢 有多少坏人 他只在问 我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 慈悲善良的人 啊 这个叫做菩萨 就是佛的心态 好 谢谢 阿弥陀佛师父吉祥 刚刚借由那个法牧师兄 讲的那个吴卓公案的那个案例啊 我们想说那个是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 我们在共修讨论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说这个自己肯定是达不成的 那那个从从这个进账最盛的方法来讲 肯定是要发起大悲心与众生同体大悲 可是当我们的习气大于愿力的时候 就会被各种的杂毒所障 那我们知道说剑处要高 可是功夫要脚踏实地 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礼上 反复是好像是了达了佛法的这个 他的他的见地啊 但是呢 有时候也容易落入这个口头禅跟文字禅 然后所以如何能达到这个知行合一 不论不不沦入到空谈跟异想 这个是我觉得是目前践行起来比较难的 所以说这个深深海底刑 这个刑法的关键下手处为何 因为我们那天共修时候有讨论到一个点就是 如果碰到那个乞丐 那法首世界中说那我们也要跟他不施 但这个从我的看法来讲 我们可能只能跟他财师或者是物上面的不施 但是从法上是不是有一些方便的法门 譬如说我们跟他念一句佛号 或者借由今天的功课回向给他 借由这种方便来践行这个方便波罗蜜 阿弥陀佛 好谢谢 这个行 行虽然说知跟行不容易合一 但是要一直知道行的终点就是知行合一 那我们自己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每天就会有很多的功课 你不用担心你自己行的不够 你就是自然随缘随什么缘 每天每天很认真的去发心 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次的因缘 譬如说我们碰到这个乞丐 你怎么样来法布施 当然可以法布施 你的内心跟他结一个善缘 回向给他 希望他不要再当乞丐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再把钱财布施给他 你就开始继续再支持他当乞丐 因为他就是要靠这个 那他做这个乞丐 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 原来乞讨可以让他得到财富 所以他就会一直继续做乞丐 那我们到底是在帮他脱离当乞丐 还是帮他继续做乞丐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有智慧 所有的一切的发心 如果我们选简单的事情来讲 简单的事情不见得是正确的事情 但是正确的事情是需要有智慧去思考去判断 那包括我们在每天的言行 每天跟最亲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如何让身边的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起知道践行的重要 那他不是只是有学佛的人才要去思考这件事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知行合一的过程 我的心 我的理念 我的心愿 如何能够完成 这是叫做心想事成 只是每一个人的心想 可能只敢想一些小小的小确幸 哎呀我这有一碗饭吃就好了 那这个不用想了 这个就这个是太简单 所以呢这里讲到高高山顶力 深深海底心 我们其实每天要去记得自己要修的是最高的 那个山顶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最圆满的境界 人生是在每天每天的努力当中 渐趋于圆满 但是不能因为还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就不敢想 那当然呢 我们会觉得好像差距很远 可是你就是因为知道差距很远 所以其实呢 你已经在离他越来越近 你才会看到那个差距 那如果不努力呢 其实根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 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蒙蒙等懂的 只有你自己很在意 是否真的能够修得圆满 这个时候你才会看到差距 好所以呢 有压力其实是一个好事 如何随机利物 那就是随机啊 你每天每天呢 就要完全的去活在当下 就像我们跟很熟悉的人 常常也不小心就讲对话 讲错话 有时候呢不讲话 有时候怎么说都不太对 那你在这个每一个当下呢 能不能够完全的知道自己 到底哪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圆满 还有我的内心当中 还有哪一些的执念 那慢慢的观察的越细微 到最终呢 到最终呢 就是完全的觉悟 就叫做佛 所以其实呢 还是不离开入场 就像金刚经佛陀一开始 就教大家 那我们每天都在工作岗位上都在起时 起时的过程其实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事件在发生 那从这些事件里面我们去看到自己命星是否真的随时都在实践着佛法 那么这个就是如何把实践形成就方便波罗密 是这样子 好谢谢